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充满活力且竞争激烈的半导体技术领域,台积电屹立不倒,以其先进的晶片制造节点树立了新标准。 台积电在开发和部署最先进的三奈米和五奈米技术方面的战略策略巩固了其市场主导地位。 并显着提高了其晶圆收入。 这一趋势在2023年第三季度的收入细分中尤为明显,其中先进节点发挥了关键作用,占晶圆总收入的59%。 台积电提供了结合价值和增长的独特投资机会。 与历史和行业平均水平相比,其估值被低估,而且坚实的技术指标使其有潜在的价格升值空间。 台积电的基本实力,在半导体行业的战略定位以及技术弹性,使其成为一项引人注目的长期投资。 台积电在尖端半导体技术方面的主导地位,对其价值增长至关重要。 尤其是三奈米工艺技术的不断增强,强化了台积电,满足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的战略。 该公司对其三奈米系列产品多年稳定需求的断言表明,该公司采用结构良好的方法来满足持续的技术要求。 有利的是,台积电持续推出先进节点的能力,使其保持了行业领导者的地位,吸引了各个领域的不同客户,包括高效能运算、HPC和手机应用。 值得注意的是,台积电的收入增长强劲,第三季度收入达到173亿美元,与该公司以美元计算的持引一致。 尽管面临客户持续调整库存等挑战,但三奈米技术的大幅增长和五奈米技术需求的增加,推动了收入增长。 因此,该公司的毛利率也扩大至54.3%,反映出,尽管温三产能利用率略有稀释,但产能利用率有所提高。 因此,毛利率的改善凸显了台积电的运营效率。 第三季度,每股收益为新台币8.14美元,即1.29美元,股本回报率ROW为25.8%,凸显了该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财务实力。 这些数字表明台积电有能力为股东创造收益,并有效利用其资源来维持健康的投资回报。 展望未来,台积电对研发的关注来自运营费用的增加,占净收入的12.6%。 较高的研发费用是为了支持三奈米和二奈米技术的开发。 这些研究和创新符合台积电保持半导体代工技术前沿的长期战略。 该公司对尖端研究的投资旨在突破技术界限,引入先进节点来满足各行业不断变化的需求。 台积电对创新的重视,体现在其开发增强版N3E的战略方法上,利用N3技术的坚实基础来提供增强的效能、功效和产量。 此外,不断努力进一步增强N3技术,凸显了该公司在铸造工艺持续改进和创新方面的领导地位。 因而,台积电保持了半导体代工市场、全球领导者的稳固地位,占据了惊人的约60%的收入份额。 半导体行业集中度较高,前市民代工企业收入占行业总收入的98%。 展望未来的策略举措,台积电的技术路线,包括开发2奈米技术,预计于2025年推出。 这项未来技术,预计在密度和能源效率方面将是最先进的,以满足对节能运算日益增长的需求解决方案。 该公司的N2战略愿景涉及采用奈米片晶体管结构,这项技术有望显着提高效能和功效。 此外,对先进节点的强劲需求推动了台积电产能规划的战略方针。 因此,该公司对未来一到两年资本支出和产能扩张的前景受到N3强劲需求和N2预期增长的影响。 然而,台积电保持谨慎立场,考虑到N2等更先进节点的成本可能高于N3。 具体而言,台积电强劲的资本支出战略将2023年约320亿美元资本支出中的约70%分配给先进工艺技术。 这种对尖端工艺的战略重点表明了该公司对保持半导体行业技术秉先地位的承诺。 此外,仅剩的20%用于专业技术,10%用于先进封装、测试、演磨制造和其他关键方面。 这种严格的分配反映了台积电高效的资本规划,旨在通过产品线的技术进步来推动增长。 不利的一面是,台积电在某些领域遇到了挑战, 例如,由于利用率低于预期7奈米技术的收入下降。 影响这种下降的因素包括手机需求下降和主要客户推迟产品推出。 然而,台积电对未来仍持乐观态度, 并致力于通过利用消费者特殊需求、摄频、RF和连接应用来提高利用率。 例如,该公司在2011年采用28奈米技术的方法, 解决类似情况方面的经验, 证明了其适应和利用市场边缘产品的能力。 台积电观察到,客户对其2奈米技术的浓厚兴趣和参与度, 与类似阶段的N3相当或更高。 该公司在技术生命周期早期与客户的积极互动, 反映了市场对其未来产品的积极接受。 例如,与英特尔的预计合作伙伴关系, 将使台积电成为3奈米晶片的重要供应商, 标志着战略合作。 英特尔预计, 2024年和2025年3奈米, 晶片订单价值将达到140亿美元。 这表明, 台积电作为英特尔代工合作伙伴的作用日益增强。 这种合作关系, 使台积电成为英特尔积极的节点, 引入战略的关键参与者, 有可能使台积电成为英特尔2025年3奈米晶片的第二大客户。 预计到2024年底, 每月生产1.5万片晶圆, 到2025年将增加一倍至3万片3奈米节点, 进一步巩固了台积电的立足点, 以培育积极的收入增长。 根据过去12个月的市盈率来比较该公司的估值, 与博通、德州仪器和高通等同行相比, 台积电的估值被低估。 同样, 考虑到绝对估值, 与5年市盈率的历史平均值相比, 该股被低估了67%, 当前市盈率为54倍, 而当前市盈率接近18倍。 从长期来看, 均值回归可能会推高价格, 以符合历史平均水平。 台积电在半导体行业中脱颖而出, 凭借先进的N3和N5不断推动技术前沿。 这些创新巩固了其市场领导地位, 并推动了收入增长, 正如其最近的财务业绩所证明的那样。 台积电的战略投资和合作伙伴关系, 加上其积极主动的研发和产能扩张方法, 特别是在2奈米节点等新兴技术方面, 符合其满足高科技世界不断变化的需求的愿景。 尽管存在短期市场波动和运营挑战, 但台积电的财务实力低估了股票头寸, 而积极的技术指标为投资者描绘了一幅充滥希望的景象。 对于那些希望投资处于技术创新和行业领先地位的公司的人来说, 这种价值和增长潜力的结合使台积电成为一个令人信服的选择。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 请一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